今天是科创版开市首个交易日 首批挂牌的25家公司集体飘红 那么今天科创版交易有哪些看点 如何评价今天市场的表现呢 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高国辉 高国辉你好 对于今天科创版的正式开版 你觉得有一些什么看点 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 你好 好的 我现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就是今天是科创版的第一个交易日 取得了开门红 整个市场的焦点就是科创版 那么科创版的整个涨幅 平均涨幅超过百分之百 那么我们看一下 涨幅前五名的是新谷安吉 涨幅百分之四百 新谷超岛涨幅百分之二百六十六 新谷新麦涨幅百分之二百四十二 新谷南起涨幅百分之二百零二 新谷中微涨幅百分之一百七十九 那么从二十五个公司来看 最低涨幅的也超过了百分之八十 那么今天上午早盘科创版的股票 整体有一个向上冲高的过程 在冲高的过程中 最高的股票 就是涨幅安吉科技 涨幅超过百分之五百二 那么同时还有两个公司 中国通靠和南起科技市值超过一千亿 然后午后有所回调 现在整个市场的成交量超过五百亿 市场不错 那么和主板相比 现在整个科创版的整个市盈率超过一百倍 那么和它对标的创业版 我们看现在的市盈率大概是五十多倍 随着部分个股的冲高之后 一些公司的股价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 那么从今天整个市场交易来看 就是主板的成交量是超过四千亿 科创版的成交量是五百亿左右 那么占比大概百分之十二 对主板的资金有小幅分流作用 同时因为主板的小幅下错 和科创版对标的一些上市公司 因为市盈率低平均在四十多倍 一些影子股像芯片股等股票 就是表现得比较活跃 今天的现场情况就这 好歹主持人 好的 谢谢高国辉